那独家特别气话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永和出现了一名 行为相当离谱的拆信怪人 咖啡馆准备开门一夜 老板却在门口发现 自己的信件已经被拆了 而且还撕成了两半 第二天监视了影期一查才知道 原来是有名男子 把这个吊在门口的信 就擅自拆开来 看了之后又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干脆就直接撕毁 而且他还这样沿路 恶搞了附近的住家 律师就说了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 那么如果被害人提告的话 可能会面临三年以下的 优企图形 一大早七点多 男子出现在咖啡店门口 随手捡了地上的信件 蹲在门口角落拆开来看了看 可能觉得很无趣 没有利用价值 看了看竟然撕毁信件 感觉他蛮惯性在做这个动作 正常人怎么会去 去拿人家的信件 我是觉得他只是想看看 你有什么东西 这名男子熟练的动作 也让店家怀疑可能是惯犯 提醒街坊邻居要特别注意 这才知道 过去也曾有不少住家信箱 被恶搞过 没想到现在 连店家都受害 受害店家公布嫌疑人特征 男子年约30岁 身形瘦弱 穿假脚脱 一字随机犯案 男子相当嚣张 咖啡店距离永和分局 只有300多公尺 整条路两边店家伶俐 都没有装信箱 男子就这样沿路寻找 一旦有信件掉落在地上 或是没有完全塞进铁门内 就可能成了他下手目标 他就在人家的门口 再去做一个破坏的动作 其实是构成犯罪的 未经同意拆开来看 触犯防害书信秘密罪 处拘役或罚款3000元以下 而撕毁信件构成回损文书罪 罪重可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罚款1万元以下 一个小小的动作 很可能惹来牢狱失塞 目前店家算不提告 但如果男子再来破坏就不再姑息 记者黄龙侯正伦 新北市报道